有个dir.tst 那当然我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那怎么用?很简单,把它open open 之后把这个List 输出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List 1 里面呢,基本上 它的第一个档案是0 0如果我不要 因为这个不是我要的 我要从这个 并且把它strip 掉它的反斜线N 这个把它拿掉 那就是我要的档名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跑个回圈 那for i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底下的话就for i in range 所以第一个for i in range 从哪里呢? 从那个第一个0避开 到总长度Len 有没有,Len这个List 维持 前面那一个 等于是跑到凤山,应该是最后一个 我停下来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我先开档 那开档的话其实就是f 底下的话就是什么,读取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读进来 所以f等于open跟刚刚一样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上面这一行程式贴过来 然后改 那改的话特别注意,一样 是全省邮局地址 底下的那个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三重有没有 后面本来是三重.ts 但是后面我必须用串接 串接,那串接的话就从什么? 从这个List 哪个List List 1里面 就这一个嘛 把这个的第几个 第i个 那i因为从1开始 所以先抓到三重 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那后面因为有这一个 换行 所以用swift把它去掉 swift去掉 就留下三重.tst 然后放在这边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讲过这个r的标签 小r的标签 如果你今天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没有做任何串接的话 那就不用再多一个 可是如果你后面有个串接 特别重要 你会发现这个最后 记得可能比较特殊 最后一个变成你还是要拖曳资源 因为你后面有做串接的动作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是有点比较特例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没有加那个后面的拖曳资源 那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把三重给读取进来 我把它读进来放在c这个变数 读进来 所以三重全部的东西都放 那再来的话把它写出去 因为它合并 那合并的话呢 一样底下就加一个什么 fw物件 所以哦 写出去的话 所以哦 这两行是开 这两行是写 那问题写要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嘛 一样嘛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这个 上面的程式复制贴过来 改也可以的 那输出我希望取的名称叫 o.tst 后面的话记得哦 哎 关键来了 刚刚是w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不是复写 w就一直盖 所以哦 如果你用w的话 那写到最后是只有凤3 最后一个而已 其他的不欠了 但如果你是要写到底下去的话 append 那你就用a模式 所以哦 其实档案存取哦 大概就记三个模式就够了 r w a 其实都绰绰有余了 当然有没有别的 还有啦 可是我觉得暂时你们用不到 先不讲 ok 好 那 所以其实蛮单纯的 那最后的话把它write出去就可以了 write 把这个c写到这个里面 但是请特别注意哦 因为每个档案 最后一行有没有 没有换行 所以哦 你会想说 我自己为什么这边加一个换行 因为呢 每个档案的最后一行 它就是不会有换行 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这个没加的话 那它将来会是这种状况 输出的话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这边输出了 应该合并成功 这边加一个合并完成 那你会发现 合并出去的这个档案 如果没有加那个换行的话 三重ok 可是一直往下到中立的第一个 它会变成因为这个地方 它没有换行 最后一行 少一个换行 那就会变成 串到人家的后面去了 所以这边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把它加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换行在这边 然后呢 并且记得要把这个 O.TAD先删掉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删掉的话 因为我是用A模式 它变成就串到下面去了 ok 所以旧的还在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合并成功 那刚刚的那个中立有没有 中立在哪 中立在这里 这个时候有没有 它就换行成功了 它就等于是我手动多一个换行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合并出去了 所以程式基本上不多 就是这么几行而已 主要是什么 多一个回圈 然后呢 这个两行是开档 这个两行是写档 一直开 一直写 那最后就合并成功了 程式写完了 你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所以其实 好像我觉得 比起以前用别的程式员写 那太简单了 真的ok 那只是说 这个写完之后 你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还是很麻烦 每次我们都还要再做一个dir.txt 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要再用这种方法 可不可以全自动的 最好呢 连刚刚那个DOS底下那个动作都不要做 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Python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知道说某个目录 里面有多少个档案的名称 直接给我就好 有没有 当然有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个方法 也就是上面这三行不用写 另外一个方法 但是你需要知道另外一个外挂 外部的东西 叫做OS的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 很好用 OS 其实应该 它全名应该叫做什么 Operation System 应该就是档案相关的操作 一些的相关模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里面能做什么 建立目录 MKDIR 删除目录 RMDIR 重新命名 删除档案 删除档案很好用 我刚刚讲如果我希望合并完 就把其他的档案全部删掉 留下o.tst 就可以用这个 另外最重要的 我特别把字放大的 OS.work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DIR 它名称取得很好 很有趣 OS.work work 感觉好像就是 OK 是感觉蛮幽默的 OK 那意思是说 帮我把所有的档案都找过一遍 但是 要怎么用 OK 其他还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判断这个目录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档案存在 都有 OK 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怎么用 OK 其实如果你会用的话 只要 多写 一行程式就好 比如上面三行不要 再写一行程式 就搞定 只是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反正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半自动的 一个是全自动 但全自动需要 加入 这个OS 的模组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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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